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些國家的制度 我們經常聽說 有總統、總理、首相、黨總書記、主席 究竟是怎樣去分析呢 其實第一件事是講解發展 以前很簡單 只有皇帝 因為全部是國王 做最高的代表 之下通常有些叫做成相 或者叫做首相 有些叫做內閣 內閣之首就是叫做首相 這個制度在外國也是這樣 中國也是這樣 走了很多年 但是隨著英國有君主立憲 即是說皇帝是一個虛偉 只有名字 是一個國家的代表性人物 他會怎樣造成那個政府呢 就是會有國王委派一些人做上議院 通常是一些爵士或者是權貴 做這個上議院 保障他們的權益 然後就有下議院 下議院就是一些選民 通過選舉 選入去那個議會 那個議會就包括上議員和下議員 在這個議會裏面 得到最多值數的黨 就是那個執政黨 執政黨裏面 通常就找了一個黨魁 做那個首相 這個就成為那個 內閣政府 那個首相就會找一些人 就進入他們的內閣去執行 整個政府的管治 這個就是叫做 手相的制度 另外第二個就是叫做半總統制 半總統制就是一些 是在 沒有皇帝 就是那個他就找了總統來代了皇帝的位置 他是一個代表來的 他就會選民 就會選人入去那個國會 那個國會 就是又是 大多數黨 就會 變成一個執政黨 就叫個總統任命 一個執政黨的黨魁 就做總理 再去進行 籌早他的內閣 這個和 跟剛才那個君主立憲的制度差不多 只不過 那個總統 就是代了那個皇帝 而總統也都是 通過選舉出來的 就是說 選民是有權選那個總統 也都有權選那個國會 而那個國會 就是 就是 國會 就是 國會裡面的大多數的黨 就是成為執政黨 就變成那個總理 這個就是半總統制度 至於美國那種制度 就是很簡單就是總統制 就是 選民就是選一個總統出來的 選民也都選一個國會出來的 那就是總統 總統就會 組成一個內閣 即是說 它是美國的總統制 就是總統和總理 就兼於一身 這個就是美式的制度 至於中方其實就是 說 黨是先行 那個黨主席 這個黨總書記 就是最高的領導人 同時在國家裡面 最高的領導人 就叫做國家主席 這兩個身份 有時候 兩個是一個人 有時候 就分開兩個人 就有總書記 就兼主席 之後它下面 就會有總理 就是總理就等同其他國家一樣 負責那個運作 這個就是 內地他們的制度 今天想說 就是大家 現在在普遍那個世界裡面 就有四種不同的制度 沒有說哪種好哪種不好 其實每一種都有歷史的由來 最重要是人民好 我覺得哪種制度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人民過得好才是最重要 不管黑貓白貓 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